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曼仪煲仔饭 我们先从米讲起 我们的米呢 煲仔饭的米 一定要选曼做米 有长的白正的 我们的煲仔饭 比平时的煮饭 是少点水的 我们加入少许盐 加入少许油 我们的材料有 腊肠腊肉 冬菇 現在我們可以放蠟腸、蠟肉、冬菇、鴨鰻魚放到最後 我們就收小火,再十分鐘時間左右 我們的煲仔飯,落了所有配料之後 將火調慢,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的煲仔飯,大約慢火焗十二分鐘左右 我們在中途將它轉一轉,令火候更加均勻 煲仔飯收慢火,焗了十五分鐘時間左右 我們就放少許蔥花下去,這樣焗兩三秒鐘就完成了 鰻魚煲仔飯就可以了 現在大家看看它出來的成品 色香味俱全 大家喜歡什麼食材呢? 根據個人的口味,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食材 做出來的煲仔飯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在家裡不妨試一下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請訂閱、分享、點讚、打開小鈴鐺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期節目見,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